SUSA 若果,有心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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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诚、有心理,有心理 作诚、有心理,有心理 有没有好认真喔? 好认真,好认真 这样才是算修行人 没什么比打作重要 打产更重要 可以进化自己 一起, 帮助家人,帮助世界最好的方法。 嗨,大家好! 差一点信念的快乐,好吗? 打助好吗? 好! 打残,OK吗? 有没有进步一点? 太好了,OK啦,进步就好。 我看你们那么辛苦,认真我就下来了。 我穿新年衣服,让你们知道快到新年了。 明年还要穿更漂亮。明年正式嘛!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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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都不错? 好。 好。 欢迎。 欢迎来我们的佛途。 我们很健备的佛徒, 我去后面,所以我不去前面她。 好,我恨她的衣服和她的生活。 非常安静。非常安静。 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进驻新年两天以前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这样子你们过年可以跟家人在一起。 因为过年是对中国人, 特别中国人或是东方,一些东方人很重要。 家庭团圆。 所以最好也是跟家人在一起。 所以我们两天以前进驻了, 我现在什么都改革了。 我现在什么都改革了。 以前我们新年什么都进驻的, 是吗? 是吗? 加一几次吗? 现在我们已经做不一样了。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不过,很好。 喝了,最好的方法。 大概是越来越开悟吧? 如何是你们, 美国外出。 他们叫你们外出, 我意思是外出。 你们不是外出。 你们是家庭我。 我没有感觉外出。 我感觉到你们是像孩子我, 弟兄弟,弟兄弟, 我的家庭我漂亮, 我的家庭最好的我能求。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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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说说, who are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are my king, and I'm very happy always to see you. 是的。 是的。 是吗? 没有问题。 欢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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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 我认为 Confucius今天 因为是一天的节目 而主要的, Confucius有讨论非常好 如何享受一切和其他 如何相当相亲和其他人 所以我认为他今天 所以可能我会发展到那些 如果我记得 当我见到你,我也不记得太多的事情 当我跟你在拖廁或语议 我一直在笑,不? 我不会像这样在家里 如果你与我与我准备,准备 好处 你需要很多,很多处 它担任谁 它担任谁 我只拾一或二人 你懂吗?一人的男人 从我一直没工作和我一直没工作 我一直没见过我一直没见过我 直到我来到工作 师傅已经说了好ую来说 如果均嘉,ск设法会互动 我们做的事情,知道了 现在有人说, ehkä, déjà做了 我们做了好的 不管 над爬了 还没时间 дос princes 之前他一定也是喜欢 fats问 論话他已经知道了 我们还喜欢谈底 好像大家都 有很多时间 只有我 simplemente不 spends的 是师傅 你诺负 죄송 这个也有一点 我认为这些意思. 然后他继续说, 但我认为你详细这些意思。 我说,不要再认为这些意思。 我已经说了,是的。 现在他不问任何问题。 是的,师父,我们能做。 是的,是的,是的,现在。 他们真的那么快现在 因为他们明白质量的时间现在。 我没有时间来谈论。 当然, parfois我会说什么好看着他们, 很少, 因为我担心自己的 ego会出现。 是的,实际上是这样。 当时我担心他们或担心他们的善良, 接下来,他们会混乱。 几乎立刻,我认为他们只是想太多了。 哦,师父喜欢我。 哦,师父认为我好。 哦,哇,我做了什么? 想在这个方向, 而忘记了时刻。 即使我担心他们是过往前已经。 我们必须永远思考的现象。 全部都是现在。 照顾这些现在。 否则,未来会不会太好。 好的,我认为说中文。 你不担心。 放在耳朵祝你。 真实是,这种云朵。 今天,它是非常奇妙的。 甚至从一个岸,或从我的渠乎, 我能谈谈人。 电话我当时认为他在旅程中, 当然,因为他在旅程中。 大多数人去旅程中, 去做旅程中,对吗? 所以电话我当时认为, 哦,为什么要工作? 时刻是旅程中。 当时,它只是停止了自己, 但我们可以继续再次。 没问题。 好,很好,非常好。 好,我现在讲中文了。 高兴吗? 你看那吗? 我爱你,他们爱你。 是的, 原因是我经常要讲英语 因为它比较容易 让很多国际国际语语语。 但是中国人们感觉像是外国在这里。 你明白吗? 我对不起了。 对不起了。 我认为讲英语因为他们翻译比较方便。 不是很多人可以讲中文或是翻译中文的。 讲之光讲,就翻译是不一样。 同时翻译是很不容易。 所以我也是很感谢那些翻译人员。 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空父子的教育是吗? 有没有? 谁知道? 举手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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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举手,表示说不知道。 不要举手。 高一点,我看不到,看不到。 没有多少,应该全部教育的中国人还有越南人要举手才对。 那我今天就讲一点点而已。 我们孔子的教理是几个重点而已,懂不懂? 别的的话,他就夸大而已。 第一是什么? 人。第二是什么? 第三是什么? 人是什么人的人? 仁爱的,仁慈。 对。 意思什么? 意思什么? 有恩有义。 你呢? 举拜拜。 没有拜拜,孔子那个寺庙救福宝,是吗? 礼拜师,是不是? 不是? No, 什么事呢? 不懂就别讲 离是什么离? 他写什么离? 离茂是对吗? 对 字呢? 我不懂,请你们跟我说一下 智慧,原来是智慧 信呢? 我不知道啦 我不是真正中国人 跟我教训一下 信用的 对吗? 别的老师,对吗? 不对啊? 你摇摇头是什么意思? 他写那个字是什么? 信那个解释是什么? 信用的解释是吗? 是 这边不是中国人怎么都想对 然后中国人都尖操操的 什么意思? 我这个外国人只想来这边学习东西 听说中国人很有文化 文化五、六千年的 文化五、六千年的 然后的金超超是什么意思? 信用 信用 对吗? 对 好了,那我还学一点点东西了 好,那么我现在开始跟你们慢慢多识 详细一点 人是什么? 再来一次 人爱人慈 人爱人慈 好,你们有没有人慈? 有 好,我相信你们 非常相信 因为你们有识书嘛,是不是? 那仁慈,我相信你们有 我有吗? 有 太好了,谢谢,谢谢 高兴太乐 我有仁慈 我的天! 谢谢 为什么我们有仁慈? 那我跟你一样 我们都有仁慈,太好了 因为我相信你们 因为你们这里今天打蚕的人 都是同修 都是全素的 没有任何动物的成分 包括蜂蜜 因为有一些人 我去某某地方 有时候我看他们买一些 不是化妆品 就是什么皮肤那些乳 我看那个成分里面有蜂蜜 那不是我不要了 所以我丢在垃圾桶里面 我不是不感恩 就是我不想拥护这些产品 我不想拥护一些不仁慈的东西 我谢谢你们买给师父 不过不要拥护那些,能免就免 我用,然后别人就说 师父也有用 回去就说,我有买给师父 师父有用 大家都觉得那个是师父有该账同意 不好 蜜蜂,好辛苦 他们本来弄蜜 为了他们自己小孩的 还有自己过的冬天 保养自己的 才能够继续工作 他们工作很辛苦 他们工作很辛苦 他们种一个花,飞到另外一个花 飞看起来很漂亮、好看 不过很用力 如果没有蜜给他们吃的话 没有花粉 他们就没办法继续了 我在有一个地方 在西班牙的时候 我看到好几个蜜蜂掉在地下 划不来的 我就把他们很温柔的带上去 放在一朵花上面 如果他不行,我就弄一点甜的 比方说糖的跟水混在一起 然后我就放在房边给他喝一喝 他就飞走 一回以后就飞了 真的是需要十两 跟我们一样,就是七七 七七就跟一部汽车一样,需要 所以不要买给师父那些有蜂蜜的产品 我不是不敢去 我敢去你们细心照顾 就是不要照顾自己,然后伤害到别的 这样是真正的仁慈 我们仁慈的话,仁慈到底 小动物、小昆虫,我们也要保护 看到昆虫,比方说掉在那个路上 你们默默用那个叶子,枯的叶子 把它带到房边去 带到如果能够有草,有花给它 在那边有东西吃 还有蜜蜂就需要 最好不要动碰它们了,不要了 它们也需要食物 它们蜜蜂看起来没怎么样 不过它们对我们百分之六十七十 我们的农产都是靠蜜蜂才能够继续发达的 它们那个花粉,从一个花跑到另外一个花 这样子才能够多生产那些花草 那些花草,草木,给我们吃的东西等等 我们很需要蜜蜂 不要让我与它小小的看起来不怎么样 它是很重要的 对我们应该说是救命恩人才对 因为它没有它,我们就没食物了 自古以来蜜蜂都是这样工作的 也许现在或是以后蜜蜂有一些磕水的进步 也许用漆漆或是什么方法就可以替代蜜蜂 我不知道 到目前我们还是靠它们 所以很多那些什么毒药,喷荣药那些 我对它们很伤害 杀几个昆虫而已 然后也顺便杀我们那个恩人 我们真的需要的一个恩人的团体 没有蜜蜂,我们的食物会被威胁的 所以不要认为小动物、小昆虫不怎么样 那些蜜蜂那些看起来不怎么样 不过它们是对土很重要 很多农夫,它们懂这些道理 所以它们就去拿蚯蚓 如果它们的地不够蚯蚓,它去拿蚯蚓 我放在它们的地上面 才能够好好耕耕 才能够好好耕耕 蚯蚓,它不是说 把你的地弄松懈而已 给那个好的洋气混进去而已 它就吃土而已 然后它就消化出来 也是变成好好的对土很好的那种调味料 不是调味料 对不起,肥料 还好你们会叫我中文,不然我怎么办 不能叫孔子的,叫你最少可以叫我中文 不过有一些人,他说他跟师父学以后 听师父录音带以后才能讲中文 我还没收水费 我以后会找找哪一个 因为中国人有一些,他讲梵语而已 他不是讲国语,那师父讲国语简单了解 他们跟师父学以后就会讲中文、会讲英文 法文不会,我没有很多讲法文很小 那我如果收水费的话,我告诉你就可以活下去了 根本不用再弄什么生意 不要设计什么衣服、耳环、手环、脖子环什么的 还有不用当模特 穿自己的衣服漂亮亮的 穿简单衣服比较尽松 就不用那么要赔什么 红的话就要赔什么口红的 然后绿的话要赔什么绿的等等 也是蛮漂亮、好看 你们看我跟看一朵花一样就好了 我们都喜欢那个亮的东西 因为我们记得在天堂什么都很亮 很漂亮、很辉煌就对了 所以看颜色也是很喜欢 特别小孩子刚生就来 婴儿有没有 在他那个堂的地方 父母都放那些花花亮亮的 有没有 或是有时候他祈祷的话 他会出来那种铃铛叮叮叮叮 他就高兴了 他就在笑了 因为这样记得提醒他天堂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们也是有一些人很喜欢漂亮 多数都会喜欢漂亮 我们女孩子特别知道这个秘法 我们用花、绿、口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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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弄自己很漂亮 围练自己也好 世界都没有什么好玩 我们对自己好玩也好 不过就比较花一点时间 没关系,一边弄,一边念无趣 很专心 也是一种打坐 一种禅 那仁慈我们都有了 吃动物就大概比较少仁慈 因为一个众生死亡 我们才能够吃 那这样不是算仁慈吧 算不算? 不算 越来你们越好 现在都懂了 那为什么我说你们世俗 就表示说你们有仁慈 因为一个人他如果有那么多爱心 连动物跟他无关的 也看不到他被残杀的 还不想吃、不忍心吃他 懂不懂?吃不下 看到也受不了了 看到也心很疼了 何况他会杀人 他不会伤害别人 所以疼爱动物 就也是一种保证的和平 保证一个人 那个人一定是喜欢和平 对待别人也会和平 西方的人他们也说 如果一个人他爱动物的话 他也会爱人的 那个也许也还不能证明 不过如果你不忍心吃一个如何少的 他已经死了 懂不懂? 你不知道他怎么死的 你不知道他被对待什么残忍的 你也不想吃的 看也不想看 何况要杀要吃呢?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看另外一个人 他跟我一样 我怎么会忍心伤害他或是杀他 是不是? 所以一个世俗的人保证是好的 好的人 我们可以不会怕他 人、意、离、智、心都粘在一起的 等一下我们再讲下去就知道了 有人就什么都会有的了 是不是? 我们对动物那么客气、那么保护 当然我们对人也会有礼貌 会有保护心 是吗?会尊重他 是不是这样? 罗不罗旗啊? 是啊 我们对动物那么疼爱、那么照顾 那么尊重才不想吃 那何况对人更尊重、更保护、更礼貌 互相相敬如病 就是这样 不是说夫妇应该相敬如病而已 大家都应该相敬如病 对动物也是一模一样 那我们修行人以后 就没有吃动物了以后 就越来越好 对人也更了解、更同情 所以我们出去慈善、做功德 不是为了要求人天福报 我们只要求解脱而已 人天福报我们根本不管 不过我们出去 就因为我们同情人类 我们同情刚好碰到 不好运的阶段在他的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就帮助他 都是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 痛苦就是痛苦 我们痛苦的时候 我们也了解 所以我们不痛苦的时候 也去了解别人 了解动物就可以了解人 所以吃素菜的人 修行打坐的人 必定是和平的一个公民的 哪一个政府都应该鼓励人民 对不对?政府最怕是什么呢? 你看一个字而已,人而已 这孔子已经教很广很广了 讲不完的了 我可以在这边讲那个人、那个字 我可以在这边讲了好几天,继续讲 不过我说短一点 任何政府都最怕是什么? 革命 如果政府怕革命的话 就更应该鼓励人民世俗 他们世俗以后 就不想遭什么伤害到别人 然后政府更安静 更安心可以治国平天下 然后可以有时间做很多大广的外交 还有照顾人民 给大家都喜欢那种政府 越喜欢越不会做革命 越不做革命 政府越省钱、省时间 能够照顾人民 还有做外交 做外交好的话 所有的国家都一起拥护这个国家 因为看他好好的 人民也好好的 政府也是很善良 所以一直很有帮助 然后政府要外交好 要对人民好 越对人民好 人民越喜欢 人民越喜欢 国家越和平 越发达 是吗? 那这样子不用出去呼唤什么 哦,vote for me 选我啦,选我啦,选我啦,选我啦 不用,人家也会选的 人民一定要继续选那种国家的就对了 不会排死的 你看,一个字而已 人,叫孔子教我们好多好多 仁慈是包括疼爱动物 当然 疼爱若少才是仁慈 是吗? 不是疼爱自己一样的人而已 英国有一句话 比方说哪一个人几乎某些比较小的比较小的 意思是说,你为什么不找跟你相当一样的对手 在欺负那个弱少干什么? 意思是这样 Why don't you pick your own size? 意思是说,看不起那个人 他依靠自己的壮大的体力 然后欺负一个比较弱少的 我们如果人看到另外一个人 几乎一个小的 比方说小孩子 或是比他小弱一点 我们看得起他吗? 看不起 是对了,就是这样 那个动物就更可怜,更小,更弱,是吗? 所以仁慈当君子不应该欺负少人 何况欺负小动物 是,所以就是这样 仁慈是这样 真的是要包括爱护动物 对吗? 如果一个国家已经和平了 那个隔壁的国家也会随榜样 然后会有好关系 好关系的话,那大家不会互相打仗了 是吗? 一个好的国家就可以影响很多国家 那仁慈是真正的最重要的一个品质 品质,是吗?最重要 所以我们也自己问自己 为什么孔子没有放那个打蚕在前面呢? 智慧呢?为什么不放前面呢? 放仁慈在最前面呢? 我也同意 没有仁慈的话 打什么惨也会很惨 会更惨 没有仁慈的话 智慧不会多的 因为那个动物的DNA 就混跟人的DNA在一起 就变成混淆了 还有会降低我们人的那种品质 是吗? 哎 先吃Muhamot 祝他和平 他也是这样子 圈倒他的Cousin Belt 他说,阿力,你不要吃动物了 你不要吃那些了 你吃那个十几天以后 他的品质会变成在里面 你会变成他的 不要吃动物 对你不好 有吗? 有这样吗? 就是这样 所以任何宗教都圈人家一个字 那个人 是吗? 耶稣也说 你如果对待动物好的话 上帝会对你好 差不多这样讲了 就是以前听说有一位果王 他不喜欢圣经讲耶稣基督说不要吃肉 不要怎么样 所以他叫人家剪掉 剪得很多了 剪得快得一干二净 不过我们还会找到几个句在里面 又说爱护动物的 还好,剪不全不干净 也许他们故意的剪不完 也许他们不小心,剪不到 那个时候国王就是国王 他讲一句就是一句就对 他讲你死,你就死了 没有人敢反抗 还好我们这个时代 也有什么democracy 民族,民族心 民族的政治 很多国家现在也有民族政治 很多了 如果你是真正的 有一个好的政治 就人民高兴快乐的话 那谁要跟你甩什么东西吗 是不是这样子 你讲过了 大家就有仁慈了 连动物也要保护 何况人 那种人不会喜欢战争的 那种世俗的人 爱护动物的,又有修行 他不会喜欢战争的 他只喜欢安安平平的 为了有时间做什么? 打坐,修行 好,继续乎乎,看师父 如果一个政府的系统 真正的好好的话 他不会怕人会做什么革命 是吗? 他就不会怕放人出去 是吗? 不过放人出去 是一个已经开栏开放 很好 对人民也很好 人民会佩服 会觉得你很勇敢 政府真正的好 谁不怕 人民出去不会怕不回来 回来不怕 把政府 推翻 不做革命 所以真正的好好的 政府不怕任何 上我们自己一样修行观音法门 有没有? 师父是推广教观音法门的 不说任何宗教的正教 我们都请他们上我们电视 广播他们的 是吗? 是吗? 因为师父相信任何好的宗教 都是教跟我们一样的教理 就叫人家做好的 教人家相信上帝的 相信一个原本的家 要回家 要提高自己的灵魂 要提高自己的智慧 所以师父不怕你们看电视 看孔子 会不会想跑到 孔子没有那边拜拜 然后加入他们那个孔子的团体 我是看那个喜可,古鲁娜娜讲话 哇,讲这么好 我不怕你们会跑到喜可教那边投入 然后抛开师父 我不怕 因为我知道我讲是对 我没有什么让你们可以有华语 或是有什么更好的让你们去追求 是吗? 是 所以真正的好政府也是应该就这样 不怕任何 台湾是蛮有宗教信仰自由 我真的也佩服 我赞叹台湾政府 还有很多政府也是就这样 不过台湾特别开放 特别开朗 我真的喜欢台湾政府 也许因为这样子 天堂才让我来在台湾 也许这样才有福报 人也好开朗 政府也开放 所以福报 双倍 如果我当政府的话 如果我当其中一个政府的领导人 我会考虑 为什么我人出去 就听某某法师或是加入什么好好的宗教团体的 没有做什么坏的团体 只做好而已 然后他应该要求蒙他的面 我应该自己考虑 为什么 为什么我人会怕我呢 为什么人民会怕我呢 我是政府 我有所有的权利 我是公正改制的 为什么我人民会怕我到这样子 为什么我人民会怕我那个政治那种系统这么样子 那应该改正 是吗 如果不改是不是政府了 就不怎么正了 也许没有360度 也许不晓得45度 60度 70度 让世界知道我人民怕政治 怕控制的那种权利 我对这些人民伤 还有几个国家而已 不多啦 不多啦 就非常心疼 懂不懂 又想修行而已 又想找到上帝而已 又想学好东西 又不是要学做革命 又不是要学做武器 出产武器 又不是说想跟别人打仗 又不是要跟人家偷 又不是去学伤害别人 那何必怕到这样子 何必政府禁止他们来 所以我觉得你们来这边 能够来这边的话 是有福报的人民 我赞叹你们的政府 我谢谢你们的政府 所以这样子的话是替天行道的 这样子天堂也会赞叹他们 也会保护他们的政府 永久可以继续当人民的父母 我们在中国有一句话说 政府啦 一说国王啊 我是政府啊 总统那些 就是人民的父母 当父母的话 应该让小孩自在 是吗 让他们自由 主要他不做坏事 主要他不跟坏人连在一起 就OK啦 主要就他能够学习 更进步他的智慧 更聪明 当更好人的话 我们应该拥护 我们应该鼓励他 好了好了 继续这样 我喜欢你这种小孩子 这样才是孝顺的 因为我们父母 是不是喜欢我们小孩当好人 有没有父母喜欢小孩 长大当坏人 有吗 没有 当然没有 那当人民的父母 应该也是一样 让人民自由自在 学好东西 当好公民 这样子政府 如果每个人像你们一样 世俗 不暴力 知五界 不伤害人 不受 不伤害 不杀人 不偷刀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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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义 不忘义 还有 不忘义 还有 不喝酒 不毒博 不吸那些毒品 那身体健康 如果每个公民 是不是政府好过日子 就没有人当革命 没有人想杀 没人 没人偷没人的东西 没有人骗 没有人没有说谎 也没有人生病 因为不吃肉 不吃肉 不喝酒 不吸毒 那身体健康 是吗 那这样子的话 政府还省很多很多 那个税金 然后做什么 能做什么 可以 夸大跟外交 可以跟国家骄傲 我人民 好好的一个 人质的榜样 好好乖乖的 而且智慧好 又可以帮助国家 更文明 更丰富 所以外交也好 内交也好 如果每个人跟你们一样的话 哪一个国都好 是吗 好东西 坏东西 早晚人家都会知道 不管谁讲闲话 谁无告 你什么怎么样 好坏 都会明白的 早晚会明白的 所以那个仁慈是最重要 是这样 如果某些政府 我当政府的话 我会鼓励人家 把那个仁慈当第一的 世俗 世俗保护动物 以后就自然就会保护国家 自然会保护同胞的 一个新改了 新改了 随意里面也改了 头脑也会改了 就会变得很善良 变得很和平 合作 好吗 好 好 好 我需要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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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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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多广播我们的电视 很多国家都自己自己来的 要把我们电视夸大 谢谢 蒙古、美国、台湾、桃园、还有谁? 非洲什么的?还有谁? 加拿大 加拿大 还有谁?目前是这样而已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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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也是赚算度众生旧世界的 也是英雄、浩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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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个仁慈讲完了没有? 差不多 讲都讲到明天也讲不完 事实上是这样 讲几天也讲不完 现在人然后我还没学会 人然后我还要学什么? 义 义是那种有恩有义那些意思吗? 是 那我继续学下去了 谢谢你们的福、教你们的教育 义是恩义的 是什么意思? 我们有那种恩义的心、感恩的心 所以你们有没有? 有 我有没有? 太好了 你有,我也有 太好了 恩义是什么? 恩义是什么? 有人替我们做好事 我们当然感激了 真正的重信感激 因为我们现在了解了 修行的人会越来越有那种感恩的心 越来越有恩义 不会忘记好的行动 还有我们看到人做好的 还有我们看到人做好的 帮助别人 我们心里很快乐 拍手 通过 鼓励 鼓励 我们能帮忙别人 我们也帮忙 不是因为我们觉得 帮忙了不起 人家会赞叹我 不是我会有 不是有福报 不是有福报 不是因为这样才弄 因为我们现在同情 同情别人 也许以前他是我的父母 现在他业障 堕落到比较痛苦的情况 所以我们做为了报恩 一边同情,一边报恩 所以不要觉得什么对不起 我每天拿一点食物 我先吃了 然后给那些饿鬼 我放在门外给他们吃 我每天我先给他们 不过我先吃了 我什么都要先吃一口 快快快,这样子 他们才能吃 懂不懂 有一些太大 我又咬了一口 然后放出来给他们吃 他们不能吃新鲜的 所以我就吃好了 就先赶快放在 窗户是门外给他们先吃 我还告诉大家 让他们吃自在和平 没有人能阻挡那些饿鬼要吃东西 然后我才走 然后我念无趣 我禁止所有的 有权力的,有力量的 有内在的力量,有神动的 不能阻挡我饿菜供养饿鬼的 以前我就想供养因为可怜性而已 后来就想,也许是他们是我的父母 我的经济,我爱人 以前也许因为意念不正 就堕落在那种情况 我念冷眼镜给你们看了 有没有 修行者修到这样子了 已经什么都放得下了 一个洞念头不对而已 就被魔拉走了 然后脱不开 如果不知道那个是假的 就脱不开 就会变成鬼魔 心好疼 所以你们吃饭要生一点给他们 给自己的经济朋友 祖宗 现在堕落变成恶鬼 不一定是为了他们错 有时候因为我们才错 没有讲到那些修行的很高度的人 然后一离一公寸而已 无外错的地方就变成这样 我还没讲那个 我们父母生生世世都有 亲戚朋友、爱人都有 有时候为了我们奋斗 懂不懂?赚钱 就是为了养我们 有时候因为没有别的好办法 就杀生或是跟着血道什么的 才变成这样子 你们记得牧千铃 他儿子是释迦牟尼佛 集中最高的十个徒弟 不过妈妈因为被血道迷惑了 习惯或是传统 没有知道更好东西 从小就学那些血道习惯 然后才诽谤佛 诽谤圣人 还有骗他们吃肉等等 也不是因为他本来圣主来就恶毒心 就是他被教训不好 他被跟着那个邪魔外道 才变成这样子 我讲的这个故事 我心里还是算算的 可怜他 懂不懂?可怜他的妈妈 还好有佛救他 佛也说他不能救,他一个不能救 他就叫牧群连 都拜整个圣团了 整个圣团合起来那个力量 才能够救他的妈妈 马上升天了 不过我讲那个故事 我也觉得心酸酸的 万一那个是我的妈妈呢? 你懂我意思吗? 万一那个是我的最敬爱的人呢? 他弄错也不是他的错 这是社会错 整个社会 很多都是充满错误的 然后一个染一个 一个蜡一个 大家就变成堕落那样子 那恶鬼是恶神 通通都是也是类似的情况 所以我们省一点饭菜给他们吃 就要有爱心,要孝顺的心 也不是说爱鬼了,没关系 我丢在那边给他吃 不是这样 所有众生我们要疼爱 要尊重 其实他们恶鬼,恶神也不两样 OK?他们好可怜好可怜 目前年妈妈 也许因为她要保护她儿子 所以她才坚持要跟着那个外道 了解吗? 因为她儿子跟着佛 然后她根本也不太懂 那个时候没那么简单 懂什么道理 佛出来讲经 如果你不去听 你就不懂她讲 而且你总小已经听那个什么外道 魔讲了 你就不会马上放得下的 然后我就有一个儿子 佛是什么人 把我儿子拐走了 拐走了 这个教理好好 我总小学的 为什么她不跟着我学 然后好好留在家事后温 她就去跟那个佛学什么学道 学道 对目前年妈妈佛教就是学道 因为她不懂 她总来就是 祈拜崇拜她的神 崇拜她那些所谓的宗教的 我一想到痛苦的众生我就忍不住 没办法就是这样 我是在这边哭,家里哭很多 常常想到他们就不能了 还好我很忙 还好我很忙 就没时间想那么多 有时间的话就替他们祷告 替他们送福报等等 所以目前年的妈妈 她不是送恶的人 她不是恶毒的人 她是本来好好的人 被教坏的 然后也许因为她疼她的儿子 她怕她的儿子入到邪魔轨道里面 所以她才这样子 对佛那么不尽 对她的身团不尽 所以我们也是这样 也是我们生生世世的父母 也是为了保护我们才弄错的 然后堕落到鬼魔的地狱的那种程度 所以我们对所有众生要疼爱 要尊重 不是认为他是鬼魔 也不应该有那种态度 恩、义是这样 包括鬼魔 义、有恩、有义 他们也许钱是对我们都有恩的 小恩、大恩也许有 释迦牟尼佛也有说 祂也许有说 生生世世所有众生都是我们均居朋友的 所有众生就包括鬼魔、饿鬼那些了 也许为了我们以前长大的子女 他为了我们 也许偷 也许对别人不好 对别人送 杀人 为了保护我们 为了养我们长大 怎么都做的 为了保护我们小孩子 也许因为这样子 他的业障现在才堕落到某某程度 我们不是对华生生的人 要有恩益而已 我们应该对死的人也要有恩益 我们修行的人 上观念法门的人是最有恩益的 因为我们修行的话 五六七八九代会超生 修行好的 好好信心保养的好 修行认真的话 那当然我们的祖宗都会超生 这是最有恩益的 五十社有仁慈而已 就真的有恩益 对祖宗都有恩益 对恩人都有恩益 都有报答的那种什么品质的 而且也有足够力量可以报答 我们如果贫穷的话 我们想报答一个人 比方说一个人以前他帮我们忙 他给我们一碗饭吃 在我们饿的时候 我们现在想他堕落到贫穷的程度 我们要报答他 我们自己没有饭吃怎么报答 我们的祖宗也许为了我们 不是为了经济朋友做业障 然后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福报 怎么能报答呢 不堕落已经穿好不错了 怎么报答 所以我们修行观音法门 因为力量很大 没有的话也可以借师父的 借神仙的 可以的 所以可以报答我们的所谓的 所有的祖宗跟现在的父母 跟经济朋友 我们是最有恩有益的人 观音世者 观音修行者 那我们也是孔子的弟子 他叫什么我们都有做 最少两个前面 那我们慢慢 我就慢慢跟你们再学了 第三是什么我忘了 离 离就是什么离的离 离 离貌 真的吗 他这样写吗 那离貌是什么东西 我也要跟你们学一下 他这样写离貌 离貌挺离 是吗 离也是一种 不是离貌 就是像我们顶礼 懂不懂 顶礼主宗 离拜佛 离拜圣人 离拜 长辈 也不是一定是 是顶礼 就可以磕头 合掌 礼貌的问号 然后照顾我们的松长 照顾父母 这个也是在离里面的 我认为 你们呢 对父母孝顺 对父母尊重 对父母照顾好 那个也是离吧 因为如果一个人 他算什么修行的 世俗 然后对父母没有爱心 没有照顾的话 就算有仁慈吗 算不算 所以你看 那个人 也是包括孝顺心 对父母尊重心 一样 所以我想讲一个人 就也是够了 不过我现在在台湾 我在中国人的团体里面 那我多学习一下 也不错吧 不会伤害什么 离就是我们 你们互相礼貌也好 对自己兄弟姐妹 对外面的人礼貌地尊重 师父也是这样 我有吗?有吗?有 我对你们有时候也是 比较不怎么很善良 意思说不很温柔 不过外面的人他们不懂 是我非常尊重的 比方说我跟一个警察的 如果他拦我的车 我说你好,警察 对不起,我们弄错什么地方 比方说这样子 然后真正的 如果我司机错的话 有一次在美国的时候 我的司机 他开比较快 我们车里面有热气 有音乐 师傅唱歌 大家都睡掉了 那个可怜的那个司机 他一个人真的开 一直开 有一个非洲美国人 他拦我们的警察 拦我们来 大家都行 然后那个司机 他也是美国人 他讲 有什么事比方说这样 懂不懂 我们有时候 学英文的人也讲这样 跟师父也这样讲 What now? We are vegetarian save the world and what now? They ask me like that 那么他意思说 现在怎么了? 他问师父就这样 要有一点礼貌 我师父在意 不过如果外面的人 第三人看的话 觉得你没有学会礼貌 你没有学会基本的礼貌 对我不会伤害 对自己会伤害 说那个礼是对自己重要 不一定是对另外那个人重要 不过也会对他重要 比方说那个 有时候我也碰到警察了 他已经脾气不怎么好了 整天也许主理那些坏蛋的 懂不懂 碰到我已经不很客气了 不过我也是非常客气的 officer那个 然后他拿我的那些资料拿出来看 有一些是印出来那些字 印出来那些字 然后很大的 属于那个风 风一直吹来吹去的 懂不懂 我就帮他拿 我就帮他抓那个 他就马上软下来了 他就说谢谢 很温柔的说谢谢 那刚才很凶了 你这个,你那个 后来我就帮他拿 那另外一次 我们在路上难免会碰到警察的 警察也是人的 他们非常好的 有一次这样子说 我在Monaco的时候 我说,哇,几位好像不是警察一样 怎么那么温柔,那么客气 他说,谁对我们好 我们会对他好 他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位警察 那个美国警察 然后我就说,哦,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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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晚了,那你必须去工作 对不起,如果我们担心 如果我们担心你 对不起,什么我们要做 他说,他担心太快 担心软软软软 他说,我必须给你 然后我就说,哎呀,我在讲英文啊 对不起 刚才我讲,我碰到警察 然后我就,我司机就说,哦,怎么啦 我就说,情况你好 那么晚还工作 哎呀,好辛苦了 然后他就软下来一点 如果上我那个司机的话 他会罚四个法单 一定不是一个 一定会罚四个 我们四个人在车子里面 都睡着了 然后我就说,哎呀,sorry 对不起啦,警官,对不起啦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他说,我应该给你一个法单 我说,好啦,可以啦 不过我们在做什么 我也要知道学习一下 以后不要再弄 他就说,他开太快 我说,哦,你好坏人啊 怎么开那么快 哦,谢谢警官 又不是你拦下来的话 他就开太快 然后也许我们不会安全 谢谢你,谢谢你 哦,谢谢你 哦,大家好高兴 笑得很,很开心 哦,谢谢你 然后他就说,这个车子是谁的 我说,是我的 不过他开的 他开的 我说,不开的 真的是这样子 我说,啊 他说,既然是你的车的 我能开小一点的法单 我们都睡着了,他一个人干嘛就干嘛 我们不知道,还好你拦下来 让我们现在安全了 多谢你,多谢你 哦,谢谢上帝 有那么好的警官 哦,他高兴 高兴快乐 然后他就一直笑,一直笑 然后他说,如果是你的车 我就开小一点 不过还是要去载水开车了 不过还是要去载水开车了 懂不懂,有一些法律的多开 懂不懂,有一些法律的多开 Refreshing, Reminder 我说,好,我会去 我会去 我是主人嘛,应该去的 那个开车说不用去 车是我的,不过开小单的没什么,很法的 然后他说,如果你们不甘心 觉得这个法庭 你当然你可以去法庭那边反抗 我说,不会,不会 你做你的责任 然后你是为了保安才这样弄 我们感激不清 哪里就会去告 哪里去法庭干什么 哦,他就告 他说, oh, good, good very good, you are very good 好, now you can go 告诉他,不要乘太快 我说,不要乘太快 我说,不要那么慢 警察又会再拦你下来 刚才太快,现在太慢 太慢,警察又会拦你 会拦你下来 是吗?会拦下来 是不是拦下来 我在德国有碰过 这种情况 我开慢了 我在城市里面 不是,我开或是谁开 我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开 那另外一个人开,开很慢 警察也会拦下来 所以, what's wrong with you? 他怕你喝酒或是吸毒品什么 就清晨,就比较慢 懂不懂? 他说, why you drive so slow? 他说, oh, sorry, I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好, good excuse but drive as a speed limit and then we are ok also 我们 ok 意思是说,他叫那个司机开在能开的速度里面 不要这么慢 因为慢的话,也会阻碍别的车子 就是这样子 然后他警告我们一下,让我们走 就是这样子 太慢也不行,太快也不行 他多一点点 比方说五十,你开五十半、五十一还可以 如果你开准时五十,他也觉得你好像头脑 我是说,头脑比较有问题 他也会停下来看一看你有没有真正的执照 看看有没有那个酒精的味道等等 讲一次离而已,已经半个小时了,二十分钟 你们什么时候要去吃饭了? 要不要明天再讲?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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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们是说不要,不要 我就认为 要知道 不要 我不知道 你们不或是要 好啦 要或是不要 不要 不要 说一次就好啦 不要 要明天或是要今天 今天 OK 可怜的老人家还是要蹭上去 学生是最不喜欢上学的 然后你们强迫我继续学习,好吧 那离,我们就…那就是这样了 对谁礼貌都对我们好的,人家会尊重我们 不是我们尊重人家,然后我们失踪我们的地位 或是降下来我们那种尊重人 不是啦 我们对人礼貌,就对我们好 OK 特别外面的人,他们比较生活困苦了 每天为了生存,工作很多 OK 还有跟太太先生有时候,先生有时候有摩擦 还有小孩不听话等等 还有税金要付,还有车子要修理 要保险等等,一大堆了 付房子的钱等等 多数的人生活蛮辛苦 能平均就已经很好了 有钱能够给小孩上学 自己每天有饭菜吃,有屋顶就已经蛮不错 有一些更辛苦 然后我们对他们不好的话 他们又更不愉快 所以对别人好,礼貌也是一种不思 不思欢喜的那种气氛,欢喜心 这个也是仁慈 对别人好,让他高兴一点 对生活盲目当中高兴快乐 笑出来,心情开朗一点 也是一种仁慈 让人家更痛苦的话,就不是仁慈 所以这一个字人的话,我觉得就包括任何 难怪孔父子,他那么开悟 他把仁慈放在第一 是真正的是这样 如果一个人没有仁慈的话 别的品质也不会发达出来 如果你有智慧,你有礼貌 不过都是假的 智慧是为了赚钱 为了要抬在人家头上 为了你升官,你自己生活更好的话 那也不算智慧了 了解很多,不过用那个聪明度 那个随慧的什么智慧 然后就对别人不好,也不好 所以仁慈第一 你有爱心以后,什么都会处理得好 什么都知道怎么弄怎么弄的 好,我也佩服孔子,谢谢他 一个人开悟这样子 生生世世人还会尊重他 你看到这个时代 多少百年了或是千年了? 千年多了 对,千年多了 2500了 2500了 你看上世加牧尼佛也是2000多年 孔父子也是这样 人家还拜拜他 还纪念他的生日 那个死日 还有寺庙盖的辉煌给他纪念 给后代的人学习他的教理跟榜样 真正的一个开悟的人 会影响百千万亿的人 世世代代会影响算不出来的人数 所以你看开悟多重要 他那个时代又没电视 没有SMGV 可以广播 走路也要走 坐马车、牛车也要坐 为了要去各国讲道理 不过他也不能讲那么多给很多人听 只能去那些大的首都、大城市而已 没那么容易可以交通不方便 还有见证什么、护照什么一大堆 这个时代也还会有一些 不过那个时代更困难 不过那个时代更困难 见证什么的、然后钱 到处都走这样子 钱要背很多 背很多 背很多也要安全的 不然的话 有时候那个强盗他会拿你东西 走路这样子不那么简单 那个常盗的那个叫什么 买路财那些 买路财那些人 十路是我该 十树是我财 你要刮十路 流香买路财 听得好好听 像一首书一样 终于就是为了要钱而已 而且那个时候不是说那么简单 钱都带走 钱他们就弄一块这么大的,赢的 我是黄金的,懂不懂 然后那个消费的钱也是用铁弄出来的 不是赢而已 反正不管什么都是金属味的那些 所以很重,懂不懂 要放这里一些,要放那边一些 要抢起来嘛,给人家看 所以孔子其实要走很远 要广播他那个人 义里自信那个造理的事不那么简单 老子也是这样 所以他本来不想叫人 就经过一个关癌 被他的徒弟拦出来 写一下给我们后代的人 他在那边写那个道德经 本来他也不想写了 看人头很硬,不好叫 很多都是迷信 或是被那个传统绑得很紧 所以他不想就叫了 你们不会冷吗? 不冷不饿 不要什么 好壮你们 看到师父什么都不要了 不冷不饿 不累 不愁 只有一个字而已 也不想写一下 不停 也不想写一下 我也赖下去了 我也赖下去了 不过,如果讲不完 改天讲嘛 何必 那个离是很重要 离也是酸人在里面的 离也是酸人在里面的 现在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师父还没学会,已经知道 那个人那个字是很重要 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 我以前讲过那个人那个字 就包括所有了 不过孔子当然也知道 人类没那么简单了解 所以他就分成无类了 事实上,由人类就OK了 懂不懂? 即使我们没有学问 不大懂什么那种外表的礼貌 不过我们有仁慈 懂不懂? 人家也会感觉得出来 你是一个可靠的人 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就不会伤害他 就不会怕你了 现在你是这样了 要对别人礼貌 不管他怎么样 他是谁 他也是一种人质 给人家高兴 开朗一点 他整天工作了 就跟很多人家一起 对很多那种我质已经很腻了 然后我碰到你 你也是一样 你认为你是什么人 然后你就对待别人不好 没有礼貌 是不对 特别那些官员 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苦心 不是在官场里面的苦心而已 在家庭自己也有 然后两边都很多压力 所以我们对他们要礼貌 我要认为我付税金给你 你才能够当官 你应该替我工作是对的 你应该替我工作是对的 不要有那种态度 要尊重他 他也是有福报才能当官在那里 要不然你要当也不行 你要也不能 所以要尊重他 好了,礼貌 然后现在 经理讲完了吗?差不多 可以了 当然可以讲了 高山大海 现在我要学什么? 我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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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智智智智智 这些是从哪里来呢? 我不知道,你们跟我教训一下 教育一下,自从哪里来? 修行 因为智慧也可以有两种 一种是世界的 我们可以学会的,也可以算智慧 我们脑袋比别人聪明一点 我们都说,你蛮有智慧 是有聪明度,不过也是说有智慧 然后那个是世界的智慧 我们头脑有时候比别人聪明 因为也许是父母传下来的关系 也许我们福报是这样 也许我们前世已经做过某某工作 然后我们在赛事里面 也有存在那些知道的 然后智慧 另外你们说从修行而来 也是对的 那个比较高的智慧 不是IQ而已 而且有更高的智慧 我们越修行,智慧越多 越上高的等级,智慧越发展 也不是发展的,本来就有智慧 就生出来,喝迷魂药忘记了 迷魂汤忘记了 然后被身体绑住了 然后就被世界 因为看外表,分心了 没办法集中 而智慧也忘记了 忘了一些了 所以人家世界说我们就用我们 其实我们脑袋就用百分之五而已 或是更多就是多几分而已 能不能想象我们能全部用我们的脑袋 那个力量 都不得了 不过目前 很多人都不能用他的脑袋 而且用错的地方 因为被磨 被磨片 还有社会影响 还有食物影响 吃不对的东西 吃肉喝酒那些 把我们脑袋要麻木掉了 麻掉了 要更减少 本来五,百分之五而已 现在不晓得百分之什么 零点什么了 所以这些对我们脑袋伤害 对我们智慧伤害 我们不能用 所以师父教你们都是对的 科学也有证明 不是师父勉强你们 或是就是讲话而已 没道理 有,有道理 有吗? 科学也有证明出来 所以我们人越有钱越发达 人类的 意思说,总括来讲 越有钱越伤害自己 有钱就可以出去买多肉、多鱼吃 然后生病 有钱就可以去那个仇宝那些喝多 喝多,然后又弄更乱 又伤 不是伤害自己而已 有时候伤害到别人 开车乱开 伤到别人 或是那个破坏家庭的和气 回去 懂不懂 对妻子、孩子不好 然后又发生额外的灾难 在家里等等 都是不小心跌倒等等 伤到自己 伤到那种毒品、酒肉那些 不一定是破坏我们自己世界的 这是也会破坏我们那个修行灵体的智慧 好恐怖 所以那些是No,No 不能、不能、不能 酒肉是记得不行 其实丢掉师父 不跟师父学习 跟别人学 没关系 就五戒要记得清楚 五戒的而已 然后你去哪里 你就去 我不管 你来 我就叫你去 你不来的话 就要五戒要记住 最少对自己不伤害 对家人不伤害 对社会不伤害 然后后来可以再生当人 五戒清楚的话 就不会堕落到那个凶恶的那些路途里面 像恶鬼什么恶兽那些 还有地狱 听懂吗? 我会堕落到那里 五戒就好 智慧是很难得的 已经不能用那么多了 百分之五十而已 然后又伤害的话 就变成什么? 白痴 是吗? 人说白痴是吗? Idiot 白痴 对了 我们要不要当白痴 不要 好,谢谢 我也学会一些 我也不要当白痴 谢谢大家 智慧就是我们越修行越有了 有智慧的话,什么都会想得通 对那个世界的工作也会做得好好的 不是对自己生活会更好组织而已 对社会有贡献更大 对家庭又更好 更和平几分 做政府工作的话,做得好的官 做人民,做好的公民 好的隔壁邻居 做父母的话 更好的父母 做小孩 更好孝顺的小孩 可以帮助家庭 帮助国家 帮助社会 帮助世界 所谓解释 修身,然后 持家,然后 治国,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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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想当官,想当总统,想当国王 然后都没修行 就没办法有智慧 没修行就没智慧 没智慧的话,做什么都不好 都跟伤害而已 不是说不好而已 又跟越棒越忙 爱找爱手 头脑没有的话,不能做什么 所以修身之家 然后治国才能够平天下 任何的国王或是世界的领导者 如果跟着四个理论 真的是这样修身 然后就可以平天下 先修身 孔子也是这样叫我们智慧 要有智慧 不是智慧 智慧就是社会学到的 我们也可以努力学的 像学当神医生 当科学家 工程师 建筑师等等 这个是智慧 我们可以学 而且看我们有多IQ 多努力的话 当然我们变成更好的一个工程师 更好的一个建筑师 更好的医生 不过那个是可以学到的 不过那个是可以学到的 智慧是不好学 真正的智慧不好学 是自己本来就有了 就要修行慢慢再挖出来用 这是我们的银行物馆 我们忘记而已 有空才能够去领钱 满满不糊 忘记自己有钱 去打工 去做奴隘才赚钱 忘记自己有银行 这不对 因为忘记了 智慧也是一样 我们都有 越修行 越知道我们智慧真的多大 然后呢,就够了 够吗? 还要学什么? 我还要学什么? 信,信是不是这个信吗? Yes or no? No,信用 像信用卡,是吗? 信用卡也是从那边来的 是人家信任 有一种信任的系统 那我们当人,如果有人 有 义 有 离 有 是 就人家当然会信任你了 所以你看 从上面下来 都是人家一起的 有人,人子人家已经信任了 没有人子的人,没有人信任的 我怕他伤害我,是吗? 怕他偷我东西 我们不偷,五界里面不偷 也是一种人子 因为我们知道人家的财产是流血流汗才赚得出来 我们哪里人信去利用他的那个好性的人 然后骗他,偷他的钱,偷他的财产 是不是,也是穿人,人子 人子里面 有一个人的 懂不懂? 人在里面 这也是这样子 我们为什么要有智慧呢? 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为什么? 帮助别人 帮助别人,对了,要帮助自己 释迦牟尼佛 因为要帮助众生才成佛 才那么努力,辛苦,生生世世 当动物,当人,当天 也是为了跟他们结缘 然后成佛真正以后才能够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修行为了得到智慧 智慧里面都有力量的 没有那个真正的内在的智慧 就不会有内在的力量的 懂不懂? 这个智慧也包括内在的力量 修行的力量 自己本身的力量 所以那个智也是包括在人里面的 我们要有智慧,要修行 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帮助人的 然后连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帮助 人家也可以帮助 五代也可以超生 因为有智慧 智慧是真正在里面的 学不出来,讲不出话 它自然本来面目那个智慧 它会帮助所有在我们世界围的 帮助我们五代超生 它自动会弄的 所以这个是真正的神圣的智慧 不是世界随慧的 因为我们修行才有 修行因为我们也要帮助别人才有这个 了解吗? 我们有这个也是帮助自己 帮助我们经济朋友五代 五六七八代 然后也可以帮助四周围的 谁跟我们有关系 我们走哪里 到那边都会有燃到福报 都得到福报 得到我们一点那种内在的力量 内在的智慧 所以也是包括那个人在里面 人子 因为我们爱心才要找智慧 要成佛、要成道 为了帮助别人 这种人得不得别人信任? 人、义、理智、心都有理智的 当然会得心用 因为我们连动物也不想伤害 连昆虫也不想伤害 那人家知道我们不会伤害它 然后我们修行像你们受五戒 不偷盗、不血饮、不喝酒、不毒品等等 那种人当然头脑很清楚 他是输身体健康 然后头脑很清楚 他就不会有那个爱心 他不会骗你 他不会伤害到你 这些人的话 当然大家都信任他 所以自然就会有信用性 没有信用性做生意 做工作、做当官什么都不值得 最好有信用性才要跟人家做生意 也要当官、要领导别人 自己本人不好 怎么能够引导别人 是不是? 自己没有信用性 别人怎么信任你 我们也不应该 如果我们没有仁义理智 我们就不要期待人家信用我们 我们不资格 我们自己也不能信任自己 也许有考验的时候 痛不过 我们也会为了情况 为了世界优化 我们也会伤害别人 所以我们先有人意理智 然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可信任的人 我们是一个可信任、可以信用的人 如果没有四个在上面的话 最好不要跟人家说什么生意 当官也不要 其实你很善良 不过碰到考验的时候 碰到情况的时候 你为了要保护自己 没有仁义理智 你就会伤害别人 为了保护自己 为了保护自己的官位 保护自己的财产 保护自己的财产 那个时候就不得信用 你自己也不能信任自己 如果你没有仁义理智 明白吗? 明白吗? 明白 好,那可以去吃饭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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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学习很多今天 仁义理智心 我有没有这些啊? 太好了 今天学会了 谢谢 你们今天即使没有 今天从今天也要有 OK? 不过相信你们都有 有人就别的就会有了 人家会信任我们 我们智慧也跑出来 因为如果没有爱心 就什么都吃的话 那个智慧就被挡掉了 被宽起来 没办法了解 真正的那个该了解的事情 不是世界而已 真正的道理 神圣的妙法也了解不了 OK,恭喜大家今天仁义理智心都 都好了 都学会了 都教我会了 我也谢谢大家 我今天也学会了 我还尽量 从今天尽量 学会 不过还是要应用的 OK? 我今天 从今天想应用了 大家也一样 大家要应用 新年要重新提醒自己 仁义理智心 OK吗? 好,再见 祝你们好吃 好,好,好 好,好 爱你 感谢你 感谢你 没有问题吗? 没有 对吗? 没有 都吃饿了 什么都要问东西 好 我问他们有没有问题 他们说没有 我说都吃饿了 什么都要问 我说你们肥肥 怎样 请什么都要问 去吃饿了 我爱你们 感谢你们 成为人好 感谢 感谢 好的修行人 感谢 明天见 明天见 见证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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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师傅 你好师傅 好 好 如果这些天 如果我们有时间 如果你们留下来 如果你们留下来 我会答应你的问题 好 我也很忙 我也很忙 是的 师傅你会更忙 整个时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已经长了 我应该退出 但他们不让我 好 好 见证明天 明天 明天 见证明天 如果你们仍然有时间 如果你们仍然有时间 我们有时间 我们可以有团队 团队团队团 如果我有时间 如果我有时间 不然的话 如果你们有时间 每次你们有问题 那会有时间 正常的答案 正常的答案 你写你的问题 明确 在书上 然后答案 会出现正常的答案 正常的答案 正常的答案 我说你们修行得好 有什么问题 写下来 在一章子写的 一经二组的 马上就会有答案 在里面了 所以也不用 事实上也不用问师傅了 好,大家好 明天见 谢谢 乖乖 谢谢乖乖 乖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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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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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爱你 谢谢 夸张了,夸张了 大家要好好修行,好吗? 我没有别话,比这个多好的,好吗? 修行才是 我们要上去一起吃饭 好,我先走 一起跟你们吃饭 你们现在才吃饭,是吗? 好,那我们上去一起吃 好,那我们上去吃饭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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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来,来 坐一坐 坐,坐,坐 坐吗? 这一边坐,好吗? 你坐另外一边 好